接下来的议题是我们邀请到滴滴开源技术的负责人 大家应该知道滴滴是什么 就是滴滴打车就是一个在中国国内最常用的一款 就是类似Uber这样的打车软件 然后呢我也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滴滴它虽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那可能对于王韵博也不太熟悉 但是讲一个人可能是熟悉的 他叫做张文松 然后呢他是中国做这个LVS 就是那个虚拟系的一个创始人 LVS的创始人叫张文松本来是在阿里 然后这个故事也是有点有趣 就是我当时要选择去哪个公司的时候 曾经有阿里跟华为可以选 当时我自己在找 本来是蛮想去到那个张文松张博士的那个团队 但是刚好那时候滴滴呢 就是当时阿里呢有做一些调整 所以可能那时候进不去 后来调整最终的结果是居然张文松跑去滴滴 来做这个他们的技术总监了 要做CTO了 所以说那其实张文松就是一个 很纯正的开源人 我过去一直很想要把他邀请到Cose Cup 邀请不来 那先安排他的代言人 过来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希望明年也可以找到张文松来过来 那我们就来邀请王运博来讲一下 这个滴滴如何做开源 大家很欢迎 好 谢谢Richard 那个更正一下文松不是CTO 文松是云平台的副总台 哦 云平台都不好意思 好 我讲错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对 然后那个讲之前 那个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嘛 然后讲之前 稍微讲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其实来的时候 是想带着滴滴的业务来的 但是当我下车之后去打车 从机场打回来之后 一直跟出租车司机在聊天 那聊着聊着 我发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他跟我讲 在那个在台湾 随便就招手就能来出租车 不像是在北京 然后北京有一个后厂村 就是基本上互联网 半壁江山都在那边 然后晚上九点打车 是可以免费的 但是到那个时间 基本上打不到车 然后尤其在早上的时候也是 就是叫出租车 根本就叫不到的 绝对打不到 对 绝对打不到车 但是在台湾确实 我昨天也尝试了 在室内打车 因为我当时觉得 是不是机场更好打一些 但是我在室内随便招车 随便就到 我觉得滴滴这个业务 确实在这边可能 而且我跟司机聊了一下 发现就是 台湾议会这边对 不仅是非常支持世界这边 而且还修改了宪法 什么法律 法规 就是当时把Uber给整出去 还专门修改了法 对 有这样的政策 对对对 当时我很惊讶这样 对 我觉得 所以今天来了 就不谈业务了 我们就谈技术 好 刚才Richard已经简单介绍了 我是滴滴开源的负责人 那同时我也负责 滴滴技术品牌的建设 其实我跟台湾这边 还是挺有渊源的 因为我刚毕业的一家公司 就叫联发科 对 当时在联发科 北京的一个分公司 我当时是在做 应该有了解 当时联发科是贸易系统 然后后来做smartphone 当时做的是windows mobile 然后后来才转移安卓的 对 然后联发科那帮 整个系统都是叫toto solution 就是提供所有的系统 其实联发科卖的是芯片 那我是在做那个 系统软件这边 对 然后后来去了百度 然后在百度 这里没有百度的吧 这次没找 这次没找 好 太好了 安全了 其实我在百度待得很不舒服 因为我感觉百度 稍微有点太官僚了 对 然后我就去了阿里 阿里呢 我就在阿里待了 差不多四年 主要是在底层的飞天 阿里云座 做飞天的底层的技术 然后当时我们把5K做出来了 对 然后后来5K之后的话 我就去了滴滴 其实文宋那时候也去了滴滴 但我不是追随去的 我懂 我懂 对 然后我目前是开源技术的负责人 然后也负责滴滴的技术品牌 那这边就可能大家对滴滴不是太了解 然后那个我这边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 然后滴滴出行是全球的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 那我们每年的运力达到100亿次 然后在全球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5.5亿 那同时我们的客户 我们对客户提供专车 快车 还有豪车 还有一些比如说代驾 然后二轮车 就是自行车这样 当然现在没有提供三轮车 对 然后那我们这边对城市这边也提供 比如说充电桩 公交巴士以及那个地图这种相关的服务 对 然后这是第一 这是一张第一在全球的一张布局图 那其实在17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国际化 那国际化这边我们主要是布局在巴西南美那边 然后在18年的话我们在打入了澳洲和摩西哥的市场 那其实在刚刚前几个月我们刚刚攻占了哥伦比亚 然后整个全球化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 这边是一个大概一个数字 可能给大家一个直观的直观的镜头 看一下那个滴滴目前处理的持续增长的一个海量的大数据 那我们目前刚才讲的5.5亿的用户 然后每日的ETA的请求 就是计算时间 对加时间那个请求达到700亿次 然后日均定位的数据是150亿次 然后每日路径的请求规划是400亿 然后覆盖的城市有全球1000家的城市 然后基本上每天我们有新增到106T这个原始的轨道轨迹数据 那刚才讲到那些数据是 就是滴滴需要一个大数据的技术去支撑 那同时像我们刚才讲的精准的供需预测 以及公共动态条价还有智能拍单这些系统 底层都是我们 都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在背后支持 那同时需要保证整个的计算的能力 所以我们这边的云计算 云计算能力也非常强 那同时我们也是为了保证一些安全的措施 所以我们有一个可靠的一个数据保护 还有相关的网络设施的建设 滴滴是一个很典型的物易拉之云的一个公司 那物就是物联网 然后移动互联网 然后大数据 银计算和人工智能 那作为全球最大的车联网的一个公司 我们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 把全球各地的整个的车去把它们连接起来 用户也同时连接在这个平台里面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大的数据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算法 不断地提升整体的一个调度的效率 体验的效率 以及包括整体的一个安全 可能大家对滴滴出行有初步的认知 我这边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那其实我们就直奔今天的主题 是讲一下滴滴是如何开源的 那刚才那个权益这边可能讲了 就是大陆的公司都是 开源都是为了商业化 其实滴滴的开源是我一手建立起来了 我可以目前负责任的告诉我 就是滴滴的开源完全是为了回馈社区 当然将来将来会有一些商业也不排除 对目前开始这样的 对然后这个滴滴做开源的机器是刚才Richard也讲了 就是大陆开源的鼻祖是张文松博士 就是LVS的创始人 然后他之前在阿里 然后把阿里的开源搞起来了 然后来到滴滴也就先把滴滴的开源也搞起来了 然后他当时有发了一封全员的信给所有的员工 然后他这样讲就是滴滴希望就是不断对外输出世界领先的技术 提升滴滴的技术影响力 树立世界级科技公司的品牌形象 汲取更多开源贡献者的想法和智慧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拥抱开放参与开源 其实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边是非常有感触的 因为我在去参加一些开源的会 或者去峰会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滴滴在做开源 然后其实他们说滴滴不就是一个打车的APP吗 那其实他不知道滴滴背后很强大的技术 有六千多个员工在支持这个APP 那他们还不知道滴滴是也对外的做开源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坚定一定要把滴滴开源做起来 对 然后在17年6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 其实跟其他大互联网公司应该时间差的还蛮久的 应该最晚的做开源的大陆这边公司应该是13年吧 有的是零几年就开始做了 对 然后滴滴是17年6月才开始去 带整个公司去建立开源的规范 然后发布滴滴开源的管理机制 以及建立开源委员会 然后文松是作为开源会的主席 然后我们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多的一个快速增长期 然后目前在短短两年时间 我们对外已经发布了26个开源项目 那接下来我们是希望这些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开源项目 可以进一步的面向社区 所以我们与开发者现在建立一些开发者社区的关系 然后去达到一些开源的生态 然后以及一些社区的治理 这个是在初探的一个阶段 那另外我们发现开源其实不仅可以提升技术品牌的影响力 同时对内的话是一种很好的赋能 一方面它是可以去赋能于内部开源 然后让整个公司的工程师文化 可以变得开放共享创新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在做内部开源 那内部开源其实是一个提升工程效率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打破部门壁垒 DT这边的话就以前开始去建立一个开源 DT开源委员会 下面就设置一些开源的组织 那这个应该是企业开源这里的一个标配 那因为需要有一个推进的小组去推动各个开源项目的发布 以及社区的建设 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评审的小组 然后是基本上是DD各个技术方向的一个专家 然后去评审开源项目是否可以开源出去 对 以及是否能体现DD的技术影响力量 那我们也会有法务小组去关注于像CLA License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去有安全小组去审核一下 对 然后同时我们对外的一些公关的小组去对外的去发声这样 对 不好意思这张图有点跑了 对 其实这张图是讲的是我们自下而上 其实DD开源一直是去自下而上去驱动的 然后同时它整个架构也是自下而上的 那其实从组织刚才讲的建立的组织架构以及规范流程 那同时我们内部有一些奖励的机制 以及项目挖掘以及对外输出的影响力 那奖励机制是应该是DD比较特有的 其实我不知道华为有没有啊 就是DD应该是在国内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个就是对开源项目有奖金的公司 对你们也有是吗 哦好 哦 OK OKOK了解是 好那另外同机制测和运营测两方面去促进自下而上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促进对 然后这张图是说DD目前对外的整个的开源项目的一个一个整体的图 对 然后我们在我们在前两天刚开源了第一个人工智能的项目叫Delta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GitHub连考目DD下面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同时也开源了像移动开发中间界 运营大数据系统工具前端架构研发测试相关的一些项目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去GitHub看 从17年开始我们做DD开源至今我们发布了26个项目 然后star数在前不久刚刚破4万 然后fog数是5000 然后目前在使用DD的一些公司的组织有150家 那其实DD在优秀因为我们可能开出的项目不像一些像BIT那样有几百个 然后长青客这样的我们内部审核还是相对比较严格一些 对 因为文松讲的就是我们不希望对外就是重复的对外造轮子 我们希望在外部我们的项目是有一定的技术影响力的 对 所以我们审核非常严格 那其实DD star数破5k的项目还是在整个互联网公司还是蛮高的 然后有有四个马上就会有五个的项目 然后star数在这边的话我大概查了一下应该在 阿里腾讯华为和百度之后对应该已经几身前列了 我们不仅是对外的做贡献 同时我们不仅是在内部去对外开源项目的同时我们在一些社区也做了很多贡献 那我们在外部知名的社区目前有三个PMC然后五个committer 然后18年大概提供了100多个patch 然后另外我们对社区的一些像勾浪一些语言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赞助 然后我们是gopher channel的长期合作帮 然后我们已经跟他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两三年了 在18年的时候然后我这边去跟Lina基金会这边去接触 然后在开源委员会那个确认之后我们滴滴加入了Lina基金会 然后和几基子基金会 然后我们加的有CNSAFE基金会 然后我们同时也是LFDL应该现在叫LFAI了 然后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基金会的出称会员 同时我们因为滴滴的底层基本上基于SAFE去做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去加入了SAFE的基金会 那这边是发现我在座的过程中发现 政府其实对那个开源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就去跟政府这边去合作 然后比如说我们去跟政府一起去取得了开源许可的使用指南 然后帮助其他企业去解决在开源License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同时我们也加入了OIN 然后跟OIN联盟这边贡献专利 和白天锋一起去保卫Linux一些项目 对帮OIN广告一下 就是说如果各位在场有台湾的企业的 就是说因为OIN这边的大中华亚洲区负责人就坐在后面 所以Kevin举个手 所以就是如果有想要加入OIN或了解 也可以找他聊一聊 对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我就被Kevin忽悠进去了 因为我们觉得滴滴其实那个在开源在企业开源治理方面还是经验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确实实行两年的时间确实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去跟国家工进部这边去一起联合去共同制定的企业开源治理的一个方案 去帮助其他企业去看怎么做企业的治理 对然后同时我们联合腾讯百度华为苏宁建立了一个内源联盟 那这个就刚才讲到了我们觉得外部开源的这种机制和规范其实应用到内部是很好的一个方案 然后可以去用内部比如阿巴奇的一些经验应用到滴滴内部的开源项目上去 对所以我们跟这些家公司一起建立一个内源联盟去一起 我们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个会 然后去一起去讨论内部开源建设 然后另外我们加入了Todo Group去贡献DD那边的开源的一些方案 那这些开的会的内容会open出来给其他飞这个会的内容 内源现在不会 对有一些比较不太能讲的一些东西 对OK 应该有通讯那边是Roger 然后华为那边是 哪一位王志鹏 OK好 我们其实目前的今年之后的重点可能是内部的开源建设 其实之前跟关于内源其实跟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去聊过 因为感觉内源比外源其实难做多的多了太难做了 然后我们就想去因为Innersauce就是内源是从那个国外硅谷那边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想去跟硅谷那边去聊 结果发现其实像Facebook Google他们其实不做内源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内源 对所以就没有什么可见见的方案 那其实我们也在摸索的去做这件事 其实讲一下内源其实对于公司内部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主要是希望就是将外部开源的一些好的治理方案应用局内部 那比如说内部开放代码或者是相互部门之间的一些贡献 其实滴滴还是相比我感觉比华为和腾讯会open一些 对其实我们大概有四五万个代码库吧 然后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开放的 但是我们少的就是相互之间的贡献对轮资多 对 然后内源的收益其实很明显的 这边就列举了一些比如说打破部门的一些KPI的壁垒 然后提升软件的复应度 然后可以尽快的加速知识的共享 那同时也可以提供提升软件的质量 促进人员流动以及加速流程的标准化 其实内源这边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希望 初步的方案就是希望模仿阿爸奇那套 把那套东西应用于内部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好的项目上去 所以我在内部就制定了一些规则性的东西 就比如说开源的规范管理 然后相互之间的贡献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开源 尤其是今年开始做内源 我发现其实文化在一个公司的建设里面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我其实不想谈文化 因为也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跟老板们讲的 其实但是文化往往是确实能反映出一个公司的底蕴 所以我还是想从文化的角度去切入做开源 因为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如果用KPI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做几个活动内源可能数据就上来了 但是其实真的有效果吗 其实没有 所以还是需要从底层的文化底蕴这方面去切入 我们还是希望去从自下而上的方式去做内部开源 当然自上而下我们也会去结合 就是希望大家首先去开放 尽量去开放 然后尽量去服用 然后真正的去协同共建 就像去训练用户一样 我们需要慢慢地去训练他们 让他们有这种文化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就在内部的文化建设 以及内部的内源的抓手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比如说我们会有定期的开源的沙龙 那其实不像现在的沙龙一样 可能请各大公司的一些 或者很牛的人 或者阿巴奇的一些很牛的人来讲 其实我们做的开源沙龙就是非常的平民化 就只要你想讲 只要你有项目 不管你是项目有没有用户 我们都会帮你去举办这样的沙龙 然后让你只要站出来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鼓励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希望这种非常贴近于一线的工程师 对 然后另外是我们会给他们搭建一个技术分享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上是会有很多大家就是想分享的知识在里面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开源的周刊 那开源周刊主要是说有一线员工的项目 其实他觉得蛮好的 但是他没有那种运营的能力 没办法把这些项目去推出去 因为你知道工程师他其实以代码为生 他真正的想推个项目还是很难的 然后我们就通过一些方式 然后让他们的项目可以在全公司可见 可以在一些沙龙上去录影 对 然后帮他们提升这部分的影响力 其实这边参加的人数非常多 我们一直在排期做这个事情 对 然后也会有一些外部的开源好的项目的文章 然后我们会发到公司的一些 以周刊的形式发出来 然后给大家洗脑 那同时我们也会请外部的一些优秀的 在开源方面上有经验的人 在内部去做分享 爱好我们去建立一个勾浪的社区 然后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是会有每周 甚至每周两次都会有线下的meetup 然后也是同样的跟开源沙漏一样 你想讲我们就帮你去举办 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对内部也会有一些开源的社区 这是一个大的社区 经常是大家在里面去交流 然后文松也在群里面经常给我们点赞 对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有一些goodcoder的活动 那其实内源一开始是 内源建设就是开放 附用 共建 那如果开放 附用出来之后 那怎么去共建呢 其实你要去了解对方的代码 去做共建这件事还是蛮难的 那我们就有一个抓手 就是说通过goodcoder的这种形式 我不知道台湾这边有goodcoder吗 有类似的是吗 就是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是 其实相当于程序员的一个认证 我们出题 然后他考过这个题之后 然后我们又认为他是一个 可以掌握这方面语言 或者怎样的一个工程师 所以我们通过把内源项目 作为题目去发放给 考goodcoder的员工 从这个角度来讲 去拉动内源项目的共建 然后这个效果目前在公司 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目前有差不多 有在整个我们那个团队 差不多有几百个人 已经在做这件事的 那这是给公司内部人考 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的考题不是以前考题 可能是说考官自己出题嘛 那我们就用内源的项目来做 对就是促进这种 就是training这种共建的一个行为 对其实就像你去用户增长一样 你第一步需要training他 他才能增长 他才能留存嘛 对他觉得这个好的话 然后在奖励机制方面 我们也是非常给力的 就是我们有定期的 就是开源的贡献奖 然后年终也有开源的 那个年终项目的评选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开源平台 在那个平台上 你只要做了贡献 不管你是什么贡献 你甚至帮别人去翻译一下 我们在内部也是有奖励的 总结一下 就是滴滴这边的开源 其实我总结一下 应该是这样一个闭环的东西 然后其实我们先做的是 对外的开源 那对外开源 其实刚才讲的滴滴的开源 其实目前来讲 还没有去做什么 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纯粹是为了 因为我们做的APP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 从社区里拿来的嘛 那我发现我们六年来 我们把一些技术积累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馈给社区 对 所以我们希望去 把这些对外开源 做成拥抱开放 回馈社区的一种行为 然后同时我们也想 建立一些生态 像智慧交通里面 可能也会想建立一些 标准 同一个标准这样 那同时我们就觉得 对外开源 其实是很好的 一个输出滴滴技术影响力的东西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别人觉得滴滴 可能就是一个APP 它其实不知道 里边有背后有六千多个工程师 然后物仪大音质 这样的一些技术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 做技术品牌的一个输出 然后希望把滴滴 在做成技术驱动 技术领先的公司 然后同时向外 去宣传我们的开放共享 创新的一个文化 那其实这种文化 往往会促进更多的人 去加入到滴滴里面 对 所以我其实对人才 也是一个吸引和促进的作用 那促进这些人才 加入滴滴之后 其实我们通过内部开源建设 可以去打破部门的壁垒 然后避免重复的造轮 那其实之前 跟文松聊内源的时候 他就讲 韵伯你知不知道 滴滴内部有几十个监控系统 当时有被吓到 对 就是每个部门 其实它都有 都有自己的监控系统 这样对资源很浪费 然后它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就说 别人的监控系统肯定不适合我 可能也就是一个配置 或者一个小feature不一样 他就要另外做一个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升值加薪这样的 对 然后这个 对 是 然后我们目前就是希望去 打破这种东西 对 然后 对 然后同时做内源也是 很好的能提升工程效率 不能工程效率的一个方法 对 是 那最后再做一点广告吧 就是那个 滴滴有一个该亚数据开放计划 其实就是对数据 对那个学校学术来开放的 对 然后滴滴 大家也知道滴滴有 有很大量的轨迹数据 然后 我们希望把这些轨迹数据去开放处在 比如说 PoI检索数据 轨迹数据 D2C数据和更多的数据 目前已经有两千多人去 盖亚平台去申请 然后覆盖了三十多个国家 六百六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 那这边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盖亚平台去申请 对 那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盖亚计划的一个细节 就是其实想做开放写作的 加速创新持续共赢的一个数据开放的一个计划 对 这边是我们每年都会 年底的时候会有一场开源文化节 就是年终的开源项目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当时会发布各种奖地在里面 对 然后 这个就是文松 对 然后我在哪里 好 这是我 你的那个 好 那最后一页就是 因为我们对外的技术品牌有一个 这边也用微信是吗 不太用 不太用了 好 有用微信可以扫没用就算了 有微信可以扫一下 因为我也是负责这个技术公众号的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通过技术公众号 把内部的一些干货去发布出来 那没关系 其实我们在其他一些社区 也是有滴滴技术的号的 对 然后有的话可以扫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 纯粹是干货 对 是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王宁博 那因为时间很赶了 我们就开放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问题你们举个手 就开放一个问题 有没有 好 请问 桌上有麦克风 对 好 所以我刚才去看了一下 弟弟的Github Repostory 然后我注意到说 其实弟弟有一个策略是 当今有一个Eastern Contributor 他提供这个code 之后 你们这边有一些奖励的措施 对 所以奖励是叫他进QQ 然后你会送他一些 小礼品或是某某证书之类 我看来是像这样 那我不知道说除了这个奖励之外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做法 去让你的Repostory 让更多的人接触到 例如说 我不是说弟弟做这个事情 我只是说我听说 有一些在中国大陆的 project 他们会透过买那个Github上面的Star 让他的领域在排名上就特别优先 然后让各种可以关注到 那我不知道说 弟弟有没有 在弟弟这边有没有做类似的事情 或是说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其他公司 有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别的公司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以我名义担保 弟弟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弟弟的每一个Star 都是在社区里面通过运营 然后通过社区的其他人 去觉得真的弟弟的项目好 不然我们不会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弟弟的Star 那个增长太快了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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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几方面吧 一方面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运营的团队 然后这个运营团队 是跟PR的团队 公关的团队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 然后当然里面会有一些 安全的团队在里面 然后我们会要求这些项目 然后差不多在至少每个月 或者是每两个月 会有一个围绕着 他们开源项目的一个技术的文档 去发出来 对 那同时比如说 第一次发布的项目 我们会要求它在一些 比如大的社区里面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在 基本是差不多每季度 我们会对比 有针对性的运营 当然我们是有一个对外活动的一个模板 然后他去进来 就是相当于我们给他一个运营的套餐 因为项目多起来 我们没办法每个都去组装一套 对 然后他去follow我们的模板 去建立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除了奖品以外 还有那个张文松巴恩发的 滴滴开源项目的贡献奖状 对 当然这个奖状的获取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对 就是不仅是他对滴滴项目进行的PR 那同时要在内部开源委员会级别去審 每年差不多只有10个 对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交流到这边 我们会后可以再下来 好 那我们就掌声再谢谢王韵博 谢谢